曾是古装男神,一因争角失败跑去正容,后打架入狱星图惨淡。 黄晓明与刘亦菲主演的《神雕侠侣》在很多人心目中成了经典,两人也凭该剧人气大增,一路拼搏成了现在的一线明星。 其实这部剧的杨过一角一开始不是选定黄晓明而是念缘。 他与黄晓明同大为尹小天并称为内第四小生。 因为那时候的念缘已经是演戏很有经验的演员了,出演过很多古装剧。 《上措花叫嫁对狼》、《倩女幽魂》、《隋唐英雄传》、《贞观长歌》、《雪山飞狐》等多部快制人口的好剧,已经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古装男神。 后来张继中筹拍《神雕侠侣》本来已经选定他当男主了, 网上还公开了他的杨过定装照。 没想到最后还是被换脚了。 当时甚至传出,念缘一时起不过跑去蘑菇整容,将原来棱角分明的下巴,正的线条更加流畅。 不管整容传闻是真是假,争角色仪式对他打击很大。 好在2000年毕业后,聂远迎来了令他声名雀奇的第一部大戏。 《上措花叫嫁对狼》,他和黄毅的CP荡田炸了不少人,迅速被他打开了知名度。 直到2006年,聂远资源大不如前,虽然演了不少戏,但让人有印象的一部都说不出。 后续资源没跟上,又加上和演员发声口角还被判了刑。 2015年8月,聂远在赴上海录制邱启明节目时,因邱启明与司机发声口角,一时起不过的聂远和高峰就帮邱启明报打了司机,最终二人被判刑七个月缓期一年执行。 至此以后星图暗淡。 参考来源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